我自己的母校屏東中學 才有兩個同學 一個高一 一個高二 我第一次被這麼年輕的同學採訪 他就問我課綱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國民黨你真的適得其反 這些大同派學者 你真的適得其反 本來在我們那個年紀 十五六歲的時候 我們對於什麼統獨 對於什麼歷史真相 其實坦白說沒什麼興趣 這兩個學生 有一個還是自然組的 你真的問他說 倫敦的首都是不是在巴黎 他搞不可以答錯了 這兩個都是首都 其實我是覺得說 這一次真的真的 這次課綱的調整 讓這些年輕人 尤其在十七八歲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次看鄭南榮 瞭解鄭南榮 就是因為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老師收查書包 教教官收查書包 因為怕我們夾在黨外雜誌 我們就是班上那幾個 還不是我戴的 隔壁那個戴的 我就真的看 我是覺得這一次 真的把課綱為調 其實不是課綱為調 是黑箱課綱 搞到全國的這些年輕的高中學生 他們都去搞懂了怎麼回事 搞清楚了怎麼回事 那最可笑的 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有什麼高層 什麼陰謀 我覺得其實柯P 他沒有辦法掌握台北市警局 他不能掌握中正一分局的局長 是誰 這些人直接聽命國安高層 他們要求這兩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每次在吸取教訓的時候 都有點搞錯方向 他們都要兩個教訓 第一 太陽化會起來 就是因為公鼠被強佔 對不對 第二 太陽公鼠被強佔 警方的動作更加 這個火上加油 就是因為有影向外流 所以耳後警方要嚴格防治 第一 不得再有公鼠被強佔 所以教育部 教育部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不用 不用知道怎麼處理的 警方直接受命於高層 就是要進空 第二 在進空的過程當中 因為手段有時候過大 影向外流會引起社會渲染大波 所以先清場 清場就是以前的做法 以前把記者趕走 這次來不及趕走 因為記者太年輕了 所以他們全部抓起來 手機一律沒收 這個就像一個心理學者巴夫洛夫說的 狗聽到鈴鐺聲又流口水 我覺得這個政府已經是腦袋大腦死亡 只有制約反應 他從太陽花的經驗只學到這兩點 不能佔領官署 不能影向外流 所以耳後處理群眾運動 處理學生抗議 就准照這兩個最高指示原則做 當然讓基層的警察來背這個黑鍋 我覺得背後的這個國安高層 在防止太陽花運動重現的這些人 你等著瞧 這次不只是太陽花 這次太陽花會從大學跑到高中 甚至從高中跑到國中來 好 繼續 那個吳思華 其實說這個政治陰謀 某種程度他是謝責 因為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把這個 這個黑箱的課綱去圓晃的時候 他唯一方式就是很可惡的方式 他是教育部長 他基本上應該去當一個政治打手 或者是去當個政黨的這個政客 可能比較適合 所以他既然沒有辦法圓晃 因為現在學生已經咄咄逼人 到他幾乎已經是左肢右肅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怎麼樣 就是說這是民進黨立委 當時談的事情 這次民進黨後面是打手 這是一個非常廉價 而且無恥到噁心極度的一個教育部長 做出來謝責的動作 結果我們回來一件事 到底柯市長 他是不是要去面對這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認為他是市長 可是如果按照剛才節目 所公佈的訊息來看 你可以看到從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到二零一五年五一號到昨天為止 到這個對 前天為止 你有發現到所有事情都是集中在太陽花之後 似乎隱藏的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就是要直接對學生有所作為 而且是直接把記者的這個攝影的器材 直接是把他這個取走 我實際上是很好奇柯市長在這過程當中 他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我們當然 當然柯市長希望對這個警察局能夠有所這個節制 可是我們回顧來看一件事 他在過去做了每一件對警察所有節制的事情之後 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得到很大的一個復分的一個結果 會不會他在過程當中覺悟到一件事情是 必須要清楚知道背後的因素是什麼 因為我們要還原事件 當然這事件一開始是由這個教育 當然我們可以說柯市長 你應該知道他們會衝教育部 好 我想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認為柯市長應該知道 可是當時狀況是這樣子 是這個學生衝進了教育部的時候 由教育部的這個註定警衛 直接就是請警察來為安 那也許外面有四百個 四百多個警察 所以直接就進去了 所以他的發起人是教育部 那麼教育部發起 因為大部分的警察為安 是為安外面的所謂人潮 而不是因為教育部 還畢竟是屬於教育部的資產 是由教育部就是通報 那當然這通報系統 當然是由檢察官後續來做審視的動作 所以在這時候 我其實很好奇柯市長在第一時間裡面 如果按照是由教育部是一個所謂的告訴人的話 他是不是可以被參與 這我覺得這個是要答案 但是我覺得非常憤怒的地方 是剛才的時間序列 我反覆地看這個時間序列 從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號之後 其實某個程度的確有馬英九的因子 馬英九自己要說出來 是不是他就開始直接SOP了 那個科市長有SOP 難道馬英九沒有SOP嗎 他SOP就是怎麼樣 那三個步驟 遇到盡者拔他的這個攝影器材 遇到學生拖機按相打 那第三個SOP就是 就是把他們全部關去 這個就是到警察去 警察局去徵詢 所以以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臺灣新聞自由了嗎 我認為在馬英九的自言裡面 他的權力才叫自由 可是我回來一件事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洪秀珠三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不能理解他說的話 他說第一件事情他說學生為了課綱 要去就可以衝教育部 那企業界可以闖經濟部嗎 企業界不用闖經濟部 企業有工業商業總會 他們直接開記者招待會 直接轟這個氣 我們的這個經濟部長 我們經濟部長 上次去參加工商早餐 像個俗辣一樣 他在講話說下面 你這個講不對 你那樣講不對 你那樣講 我覺得洪秀珠連這個經濟部針對所謂工商團體 他如此的無知跟幼稚 我真的不知道 他竟然拿企業跟經濟部來比對 學生跟教育部 到底誰是弱勢 在經濟部跟企業是企業弱勢 企業是強勢 你看工總在說缺電缺水缺人 水費為什麼不降那個態勢 我覺得今天洪秀珠搞錯了方向 第二件事 他說什麼 他說任何的事情都應該理心探討 而不是黑箱作業 那我請問一下洪秀珠 這個不是黑箱 什麼叫做黑箱 所以他今天連這個整個黑箱客綱的事情 都搞不清楚 就當著說一句話說 這是不能有少數人所為 對不起 他真的是少數人所為 就是那十幾位這個檢 我們說的克剛的這個檢測 檢核小組 而且名字都知道其中一個叫王小波 他們組合起來 我覺得洪秀珠你是要選什麼 你是要選森蘭教主嗎 第三件事洪秀珠真的很可笑 事情是說如果有政治人物利用這個事件火上加油的話 我請問一下 現在在討論克剛的事情 民進黨有坑什麼聲嗎 有幾個立委 他們在立法院有質詢 可是他們在外界沒有動作 全是媒體自動自發的發言 這因為是不對 學生有老師們覺得 你怎麼沒有尊重我們的教課權 所以我就好奇 他洪秀珠自認 他是什麼 他是教育出身的 他連這次的克剛的發起 跟政黨一點關係 對不對 政黨只是買了五支散 你說的五支散就是政黨所為嗎 你可以從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可以知道洪秀珠 如果我這樣講 他不是草包的話 那就是他無知到 我沒有辦法想像 他已經要準備選中華民國總統 如果說這個臺連 金言軍這邊有提供場地 所以就說他們介入了反克剛 如果說民進黨的 有部分的金這個金援 就是錢財上面的一些幫助的話 就是介入了反克剛 那麼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也有很多親民黨籍的這個委員們 他們說他們也不贊成 這個黑箱作業的狀況 所以親民黨是不是也介入了 作文 其實會到今天的地步 第一就是一個傲慢的政府 造成這個學生忍無可忍 那這是官逼民反 就是說如果你政府 不要這麼傲慢 這些學生不會如此的做 那學生衝進這個 這個教育部當然是不對 我當然 我認為是不對 這個不對的方式 我們本來就要告訴學生說 這個事情不需要你們 再這樣子做 不過我倒是覺得說 當政府這樣繼續的傲慢 那也逼著警察如此的無奈 他用這種對待報名的方式來對待所有的學生 所有的警察都必須要再接受教育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是大人 應該站出來的時候 就是說如果你的你這個教育部 你這個吳施華 說我對不起 我打個岔 因為剛才講那一段說 學生衝教育部這件事是錯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法院都已經判斷 這個可以這個課綱是黑箱的 那教育部長還繼續違反法院的指令的時候 我請問一下 學生該怎麼辦 關閉閉閉閉 繼續坐在維廠旁邊 現在是教育部都沒有遵從法院的指示 是教育部沒有尊重國家的法院的 這個判決了 那學生怎麼辦 面對課綱 而且這過程當上課綱八月一號就要執行 現在已經幾月幾號了 我也不知道 我想說真的啦 為了這個證所順的事情 我也想去衝那個財政部 好 但是我沒有做這個事情 對不起 我直插個話而已 我完全贊同就是我們杰明所講的 就是說學生本來就 我們不應該讓學生去做這些事 可是我們的政府明明就逼他要這樣子做 逼著我們大人不站出來不行 我有兩個小孩 一個剛高中畢業 一個剛升高中 我也有親戚在當警察 那我覺得說 如果是對待這種傲慢的政府 只有讓學生這樣子 就是去針對課綱的微調去做抗議 我覺得這樣對我們的學生是不公平的 如果說因為我們的這些大人的介入 那政府你又說 我們是因為有政黨的關係去介入 那你這個政府真的是該死 你本來就做不對的事情 剛剛傑敏所說的 你就是違反一審 高等法院已經判你說 你就是違反程序的 可是你還硬拗 那你教育部長你沒有 你不行這樣子去 你不能去暫緩這個實施這個課綱嗎 你是可以 你有這個權利的 你為什麼不去做 你為什麼不讓我們的學生回去放暑假 你為什麼不讓他重新依照立法院行使法 第六十條讓他回到立法院去討論 討論結果出來之後 你在對外公告嘛 這有有這個必要性嗎 這是我認為說 如果教育部你在短期間 你還不針對學生的抗議 那我覺得我們大人 應該就要站出來 這不是教育部的問題 這個就是馬英九要在他現任之前 達到反洗腦的地那個目的 他所謂的所謂的反洗腦 就是洪秀柱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曾經說過這個課綱 微條條的還不夠 他還說現在這些年輕的孩子 為什麼對國民黨有意見 為什麼一一二九會有發生那樣的事情 是因為陳水扁執政之後 去中國化 所以就被洗腦了 所以他們現在反洗腦 反洗腦 所以就一股腦的叫什麼 張亞中啊 這個王小波啊 謝大寧這些人介入 各位還有一個危機是什麼 十二年國教之後 我們的教材也要課綱 也要重新調整 現在不是說 昨天那個台南一中的那個老師說 本來馬英九政府是說 二零一八年到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的這個調整 後的課綱要實施十年 原先的計畫是二零一六年的年底 要完成課綱的教材的調整 現在最新的計畫 他所得到的消息是二零一六年的二月要完成 卸任之前 為什麼 是因為一月就選完總統了 所以馬英九的最後的任務 就是要達到一個反洗腦 然後要把去中國化變成中國化 你知道我過去常年 我跑新聞談政治這麼久 我從來不願意談去中國化或是去台灣化 因為我一直不相信 我認為馬英九在毒辣 也不可能從九八年的新台灣人 到二零零八年 二零一二年選舉的時候 對於很多的事件 他還都用這個跟台灣鄉土結合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做政見 對 我一直不願意相信 可是到今天為止 我真的只好說 確實這些極統派的人 他們在做最後的掙扎 而洪秀柱就是一顆棋子 洪秀柱就是馬英九 他要不管是完成 段一康說他是跟中國統戰部來唱和 我沒有證據 但是他的腦子就是如此 這是多麼的令人憤憾的一件事情 是因為你騙了太多的選票 而且你是台灣這塊土地 所滋養長大的 這種人你足以代表 你所要的中華文化 或是說中華法統的 這些歷史的論述嗎 令人不恥到極點 各位要防範的 還是2016年2月 教育部為什麼吳思華 強力的這個要反對 柯剛的暫緩實施 因為8月1號這一波實施之後 2016年2月的 十二年國教的十年 當然政黨輪替之後 或許可以有所改變 可是這會是政黨輪替之後的 執政黨的一個很大很大的負擔 到時候又引發了社會的對立 又引發了這個我們的不安 這個擾擾 然後台灣又進入了一個 莫可奈何的坐以待斃的狀況 這是何其殘酷的一件事情 嘉兵 是 所以我是覺得 這件課綱調整的事情 我曾經跟我那些平中的學弟 我跟他們分析說 課綱是什麼 就是課程綱要 課程要怎麼來 其實課綱本來 是要讓我們的教育解放 因為過去我們從小到大念的是 布定版的 國立編譯館的教科書 為了教育改革 為了讓教學權 回到教師的手上 所以我們才讓 訂了課綱 讓教科書可以自由 本來目的就是讓老師 自己編教科書的 但是我們老師在課業的 那麼大的壓力之下 變成是書商編教科書 後來又因為我們的教科書 要應付考試 所以又變成考綱不考本 課綱卻變成了考試的聖經 因此課綱就主宰著 整個我們高中以下教育的靈魂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個有意識形態 企圖去操縱歷史 影響意識形態的政府 他來調整課綱 當然就讓人家覺得 你先有政治意圖在先 怎麼可以怪說其他政黨 說要介入呢 我覺得這完全是倒果為因 因此我覺得 這課綱調整的這件事情 讓我們年輕人 又再度的走上街頭 國民黨等著2016 1月16號等著收視吧 本集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